当幼鸟羽翼见风 广大的天空也开始吸引它 一次次的练习都是为了最后的翱翔 通常离朝并不是一蹴而成的 幼鸟会先做古役与短距离的跳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幼鸟离朝后第一次发现在天空飞行的情形 虽然雨意尚未丰满 飞行的技巧也略显生次 但已能徜徉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天空 根据追踪的结果 离朝后的幼鸟 头几个月仍会在朝的附近活动 之后才慢慢地扩大活动范围 颜围 这是我喝酒的 您不客气 当然我喝酒 现在我喝酒 喝酒 喝酒